别哭了别哭了 来乖女儿吃颗糖 我最怕看到你哭了 好了好了给你买了 嗯这还差不多 爱哭的人果然心想事成 房东我要投诉 205号房总是传来哭声 我实在受不了了 好我待会去看看 没想到这位哭的连邻居都听忘了 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可能因为他类线浅吧 每次有矛盾就喜欢哭 我就都得听他的 他谁 房东啊 你你却买着我带别的女儿回家 够了我没有时间陪你演戏 两哥你看他害羞我 我们不要住在这里了 都听你的 租期不到押金不退 凭什么 我来是因为有人投诉你了 你频繁的哭 噪声已经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了 那还不是你的破房子 跟一下 你再说一遍我这里是破房子 啊 梁梁你看房东好吓人 你也不想了吧 用眼泪博取别人同情心这种事 你不觉得很别扭吗 啊 梁梁我不想看到他 房东 要不你先回去吧 这边我会好好沟通的 行吧 怎么了小唐 张主我 受了什么委屈跟我说说 我的房租错了 刚才被经理骂了一顿 哎 工作要细心点了 我昨天熬夜加班 实在是太累了 这里谁不累 你一个错误影响整个团队进度 算了算了 她还是一个实习生 多包容一下吧 张主 不是她哭一下 我们就有义务包容她 这是工作 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下次改成就好了 好张主 你说了算 露娜 带这位爱哭鬼房客 来趟救赎之旅吧 爱哭的人 黄心小事成 你全瞒着我带别的女人回家 跟眼泪博取别人同情心这种事 你不觉得很别扭吗 不是她哭一下 我们就有义务包容她 这是工作 小桃 给你买的包到了 这是假的 阿良你什么意思 买假的骗我 我这不看你在哭 我钱又不够了 虚伪 我们分手吧 这已经是提到第几回分手了 你就因为一个包给我提分手 对 你走 这是我要租的房子 你放了错评 什么要我走 你 好 我走 你别再哭着求我付 放心 绝对不会 发发脾气 她才会想办法 给我买个真的 你的暗门 在夜中 他怎么还没来找我 阿良 我刚才只是开个晚上吗 你赶紧回来吧 他就要挂我电话 不行 我去找他 肯定是你 你一出现了就变了 你在无中生有什么 我上次已经警告过你了吧 每次我是分手 只要我一哭 阿良他就会回来找我 分手是用来闹着玩的吗 你也太幼稚了 你是不是把他藏起来了 你快说 你真的是疯了 这是什么 Luna 带他去看看吧 写的什么破玩意儿 收拾东西回家去吧 阿良 我的包包买好了吗 买了 我现在在应酬 待会找你 你男朋友为了让你放心 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心里 我不管 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他没有稳定的工作 给不了你保障啊 你以为哥哥都像你这么现实吗 我该你没办法甩了 小偷 小偷 来 喝汤 我不要 你妈妈一个人照顾你这么久 你对她说这么伤人的话 她都强忍难过 我还以为她都不放在心上呢 阿良 对不起 别哭了 我刚出去想爸爸 做过钱给你买包包了 你打不通我手机 是因为我把手机给买了 你傻呀 很快跳下去 我不要了 我只要你不离开我就好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对她的实行的实行 交接派 你一秒都像 这次的哭终于是因为感动而哭了 为一部感动的电影落泪 为与亲友道别的不舍落泪 为努力后换来的成功落泪 为了爱而落泪 但绝不 为了别人的同情而落泪